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忽视了他的成长 每当他们出去工作时 并将小帅锁在屋里 奶奶心疼孙子 于是一有时间就会来看望他 并带小帅出去玩 给他买零食吃 小卖店的老板老王不管怎么逗他 小帅只能不停地发出哀哑的声音 奶奶的悉心照料 妈妈并没有丝毫感激 反而觉得奶奶太过溺爱小帅 第二天爸爸妈妈准备上班时 奶奶却不见了踪影 为了防止小帅乱跑 爸爸于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并嘱咐小帅不能从这个圈出来 小帅乖乖地答应了 不一会儿奶奶赶了过来 他把小帅接回了自己家 并让小帅上楼找爷爷玩 画面一转 爸爸担心小帅单位 中午就赶了回来 回家后 发现家里多了很多零食 小帅依旧压压地叫着 爸爸想起很久没有看望奶奶了 于是动身去了奶奶家 谁知奶奶早已死去 隔天 爸爸就为奶奶举行了葬礼 因为担心小帅受不了打击 爸爸妈妈 便把奶奶去世的消息隐瞒了下来 与此同时 小帅一个人来到商店 老王惊奇地询问 是谁带他来的 小帅却指了指旁边 是奶奶 还未等老王反应过来 小帅放下钱转身就走 看着这张铭币 老王懵了 为了小帅的安慰 老王把这事告诉了小帅的父母 希望能引起两人的重视 夫妻两人连忙赶回了家 并质问小帅哪来的钱 小帅却指了指身后爷爷的照片 可爷爷早已去世多年 这让两人不禁渗出了一身冷汗 隔天 爸爸为了完成奶奶的遗愿 找人将爷爷的尸体给抬了出来 准备和奶奶一同合葬 为了见爷爷最后一面 他请求工人打开棺材 让他祭拜祭拜 打开一看 棺材居然是空的 晚上夫妻两人回到家 发现小帅又偷偷地溜了出来 他们一路跟随小帅来到了奶奶家 在这里发现了爷爷的尸体 以及看到了爷爷身上的许多名币 原来多年前 因为怕爷爷一个人太孤单 奶奶于是收买了当时的工人 偷偷地把爷爷带回了家 仿佛爷爷从未离开过 奶奶对老伴的爱 爷爷奶奶对孙子的爱 这份深深的爱依旧动人 这部影片也是对年轻一代父母的惊醒 不要整天忙于工作 从而忽视了对孩子对父母的关心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相守是最真实的幸福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魔镜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